六位叔的飘花手作和五位叔的飘花手作 起货后有什么区别 这个大哥本来就几万块钱 结果看到这只飘花 果断花的六位叔把他拿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 往下看你们就知道了 先你们看见自然光 毛胚的状态下 还没打磨抛光 就能感受到强烈的荧光感和透手感 底妆细腻无颗粒 起胶起杠味 飘花灵动飘逸 就像Q弹的果冻一般 让人爱不失手 薛花 那你帮我吃一个夺子今天 这个夺子就要给你做了 你帮我看看五七能不能做 可以啊五七 厚度有十三啊 大概要多少钱啊 你感兴趣啊 你猜一天 市场价应该要三十左右吧 三十啊 五六 五六啊 这昨天卖了没有啊 这昨天可以给我做个吊牌啊 咋还添加我昨天的呢 你要喜欢这种料子 这下午我都给你淘一吧 好不好 这次这个夺子就交给你了 好好给我做 保护保护啊 做好了通知我 到时候我过来拿 好吧 可以 为什么大哥会直接选择六位叔的呢 原因是大哥的老婆 一眼就像中了这只飘花手足 正所谓 郁郁别圆影 朦胧的毛胚 起货后观感强烈 高冰飘花 意境深远 丝丝飘花 滴滴繁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